汽车的车 你可能见过劳斯莱斯的霸道 也体会过哈雷戴维森的墙角 但是这辆路威兰顿大摩托 你还真不一定知道 它的莱西就像摩托车界的洪荒猛兽 会打破摩托车高势无虑的魔咒 来看前脸 两米长的防撞细能结构 一米五的车宽 系上安全带 天下帷幄独大 立刻就能感受 为什么要研发这款车呢 故事还要从N年前说起 那时候 创始人和他的好兄弟 曾经都是大排了 两轮摩托的狂热分子 追求速度与激情 但是在一次出车当中 好朋友发生了交通意外 失去了生命 创始人心痛不疑 于是立志 一定要造一辆 速度与安全并存的摩托车 他在美国潜心研究 花了两年的时间 设计出路威兰顿的概念车 再回到中国的五年里 又开发出了一套 国内外高质量的配套体系 而后不断跟进 持续优化 落地制造 生产出了现在这个车型 他搭载的是1800cc的 四缸汽车发动机 有着150匹的强悍瞬间 扭矩动力 37升的超大油箱 换挡跟汽车一模一样 前后博士双通道ABS 为你绑架护航 一键无钥匙启动 空气智能减震 反升降 可以定速巡航 这车的总重600公斤 重心低 防轻色 百公里加速4秒内 毫不夸张 我们现在启动 听一下发动机的声音 我来听一下这个喇叭是什么声音 汽车的声音 配备的是意大利Symphony 交响乐效果音响 我们来听一下音效 上一首歌 也许你会说 这么大的车 我不如买一辆汽车 但是 如果你真的骑过摩托 感受过清风花香 迎面拂过 那就一定会 心心念念 想用骑行的方式 去感受世界的波澜壮阔 相信骑上它 没有了两轮摩托车那么弱小 看看哪个汽车再敢逗我 全车碳纤维包裹 如果你需要摩铝 加装上三箱也很不错 这个箱子好大好大 日本进口半热绒轮胎 高配版本尺寸更宽 这个轮胎由我四个手掌总是它 你看一辆二三十万的汽车 并不稀稀 但是你骑一辆二三十万的它 绝对赚够回头率 全车博式电控系统 倒车行如流水 与所有三轮摩托不同的是 这台车时速可以达到 两百公里每小时 而且是可以全国上牌的哦 好啦 我是阮阮 关注我带你看遍所有摩托车 咱们下期见 拜拜个拜 快走 拥抱每一种生活